两旁的老屋形成一个独特的社区 而连栏杆都已经倾斜斑驳 全台的超过30年老屋就有超过400万户 内政部3月起也要携手公股行库 来推民众负担的起的都根 对比后头的新大楼更显老旧 未来10年老屋更将增置近600万户 要将金融机构拉进来 因为内政部次长花敬群 形成都根一坪换一坪是虚伪大于可行 但业者则认为要分级进行 不是全面性的 而是分等级 假如真正微物的话 你就给他一坪换一坪 那假如说这个四等的 这个危险的可以改善的 那他们愿意都根当然最好 不愿意都根就政府补助他 3月就将成立 针对都根的专责金融服务 提供利息补贴 来取代部分融机奖励 但学者仍有担心 钱的来源有了 虽然利率比较低了 他还是实际上要花钱去 购回他所失去的面积 因为都根民众缺的 不一定是资金来源 融机奖励 瞧不拢 可能引发更多问题 但是问题融机增加 会增加什么 会增加当地的公共设置负担 我的公园 我的学校 我的市场 或者是我的道路的品质等等 会不会说因为 我增加这融机 虽然达到一坪换一坪 但是却带来的环境的烈化 活化建物利用 全台拥有约409公顷土地的 中华电信也宣布 今年将释出闲置土地 配合政府做社会住宅 最快今年就会有 第一件出租案 将由北北淘来着手 租金多少还未定 但也承诺会照顾到年轻人需求 东森财经新闻 六八级刘子坛台北报道